人们不是生活在真空 人们生活在历史中 生活在现实中 生活在传统习惯中 那么有一些搞绝对平均主义的人 他们就认为你就应该搞尽可能是平均主义 虽然他也知道你生产出汽车来 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的人 你生产电话来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的人 但是他还是强调平均 那么你可以用抽签 你用什么其他办法 让它变成一个平均主义的东西 我是觉得那是不可行的 这个等级观念 这些人们认为什么是合理的 所谓的资产机法权 他这个合理性就在人们的历史形态里边 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借钱就要还 这是合情合理的 这就是资产机法权 那就说所以地主财主给贫农借点钱 然后高利贷 那你承认了 你订了合同了 那你就得还 对吧所以这是他们认为什么是合理的 那么你推翻了资本主义 打倒了地主阶级 然后赶走了帝国主义 建立新中国 人们的传统习惯 实力并不是一下子就改变的 所以如果党员的大多数 干部的大多数仍然认同 按资格分配 按权力分配 少数不服从是不行的 这里边有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西其实对这种等级制是很反感的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他 必须通过实践 对吧 所以呢 在55年56年 当时搞工资改革的时候 很多干部 哭哭啼啼到毛泽西那来 说闲着工资不够 毛泽西特别感叹 战场上 一点都不害怕的 最后 为了平等级 哭哭闹闹的 真让人哭笑不得 所以 而且你想 军衔制 在56年 55年忘了 军衔有元帅 然后呢 有这个大将 中将 少将 各种军衔 但是你想想 那十大元帅 哪一个离得开 毛泽西的指挥能打胜仗 毛泽西应该是大元帅 就像斯大林是大元帅 哎 这一边呢 毛泽西就 确实灵活运用了 少数服务多数 但是呢 大家都要 领军衔 毛泽西是反对的 但是他少数 怎么办 你们都 拿军衔 但是你不能强迫我 所以 毛泽西就没有 大元帅这个军衔 毛泽西在军里边 什么军衔都没有 什么军衔都没有 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就是说 怎么去反对这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 党内 群众里边 大多数 可以说绝大多数 认同 按资格 按地位 来 分配 这是传统势力 你共产党 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 你反对 但是多数人 认同 那你只好 服务多数 只能通过实践 去教育人 一步一步的改变它 所以呢 毛泽西在最后在 66年文革开始 才真正实现了升官不发财 罢官不破财 你像好多文革中 升到中央的 比如说上海的 大寨的陈永贵 好多这些 从基层到中央的这些干部 他们都是拿着 过去在基层的工资 或者工分 补接肯把有一部分 但是根本和那些 被打倒了的干部 完全不要 靠边站的干部 所以这里边呢 真正实现了 人的政治地位 和他的经济地位 要脱钩 当然你是现行反革 你坐在牢里边 那当然就没有你的 这个工资了 没有待遇了 但是只要不是 作为敌我矛盾 只要不是被抓起来的 那么被靠边站的 被下放的 都应该保持 他原来原有的地位 工资 经济地位 生活地位 这样才能使得 党内的斗争 不再是严重的 个人利益的纠结 而是更容易 为真理而奋斗了 所以这里边 也是通过实践 才能探索出一条 如何升官不发财 因为过去 你没有等级制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有很现实的东西 刚一解放 大量的国民党的政府的职员 你为了收买他 你给他高薪制 大量的知识分子 你要不让他们跟新政权作对 所以你给他的大量的 给他高工资 知识分子 国民党的官员 给他高工资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战场上被打败了的国民党的官员 比共产党的干部 挣的钱还多 你说那些共产党的干部 哪受得了 所以有些这些等级制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是怎么去防备 这个等级制变成了升官发财的机制 只有到了文革才最后解决了 拜拜再见